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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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兄弟相對王金勇 那我認知與兄弟棒球隊也接近11年 我的守備位置是內类手 一类手及三类手 我當初並沒有說要有個目標 所以一定要成為職業球員 我的棒球經歷一切都是順其自然 那我國中高中的時候 跟爸爸說我要讀福人大學 那讀完福人大學以後 就跟家人說有職業了 那就如有機會再去參加職業打球 那來到兄弟相對也是一個機緣 那因為從我這屆開始有選秀會 所以我就順利成長成為兄弟相的一員 那成為職業球員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覺得非常交易非常的光榮 那我也很高興地能夠成為職業球員 成為一位職業球員 我覺得必須要有身心智的健全 因為職業球員的身體就是代表財富 那你有健康的身體呢 你的球才可以打得越久 那你的技術才可以無限的延伸 那我覺得心裡的健全和穩定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搭配身體的健全 也需要心智的成長 因為沒有成熟的心智 那樣是沒有辦法在技術上延伸的 那我覺得觀念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一環 如果沒有好的觀念 其他良性也是沒有辦法一起相輔相成 所以我覺得人家都說 打職業球員 職業棒球員是 私自發達頭腦簡單 我覺得並不全是對的 因為打球必須要有靈活的反應 然後靈活的頭腦 那場上的狀況都是隨時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棒球員 要當一個職業棒球員 頭腦身體都是要非常發達的 那心智這方面我覺得身體來講 就是我們健康 除了我們在專項的訓練內容之內 我們要加強自己的專項技術 然後專項的肌肉 那這些我們在球場上 我們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這些身體的發展 或者是身體的健全 是可以達到的 那我覺得心智 我們就必須去時時刻刻去想 然後去時時的反省 或者是時時的充實自己 才能夠在球場上 或者球場之外 能夠讓自己的心智成長 也能夠讓自己的心智能夠 更多元化的去想 那不見得一定是要在球場上 才能夠發揮你自己的專才 那如果說有自己的 自己的一套想法 或者是心智上的成長呢 我覺得在球場之外呢 也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那至於其他部分呢 我覺得要多多的充實自己 然後多多的看書 然後多的去吸收一下資訊 然後去國外的觀念 這樣才能夠在球場上 屹立不搖 然後能夠比別人更有多的機會 我覺得我們現在球場上 和球隊裡面呢 所有的人格特質我覺得都有 然後而且非常的多元 那並不見得需要什麼樣 特定在一個特定的人格特質上 才能夠在球場上打得好 我覺得在球場上就是一種態度 不管什麼樣心做的人 什麼樣個性的人 然後什麼樣血型的人 只要有態度呢 然後在球場上打球態度 認真努力 我相信即使你不行 你的態度勝過於你的本身的能力的話 我覺得這個目標呢 會一步一步的達成 所以我覺得還是老化一句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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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從練習上就要開始啊 因為很多人 可能現在年輕選手 或者是許多人 會覺得打職業棒球 它只是一個工作 然後它只是打球的樂趣 我覺得身為職業球員呢 就必須要 將你的職業先來 當成一個事業來經營 那如果說你把事業來 當成事業來經營的話 我覺得這個態度 就完全會不一樣了 不只是在球場上 你能夠認真努力 好好的去接每一個球 會每一個棒 然後認真的跑完一趟的體能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簡單的 那如果說你能夠把它當成事業來經營的話 那你私底下回到家裡以後 你還是一個職業球員 那你要做每一件事情 跟人家講每一句話 出去的穿著 禮儀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當成事業來經營的觀念 並不是說我的工作 只有在球場上 那回到家以後 什麼都不管 那回去拉哩喇喇 講話也講得亂七八糟 這就是不對的 那身為職業球員呢 就是要當成 當作一個事業來經營 不管是球場上 私底下 我們都要能夠達到最好 那想要進入職業 打棒球的後備級晚輩們呢 我是希望建議你們 要有一副很好的身體 要有很好的健康 才進入職業 因為要有很好的身體去健康呢 你才能夠在技術上無限的延伸 你每年每年才能夠進步 那除了身體之外呢 我剛剛所提到的就是一個觀念 那你要當職業棒球為一個事業 不能當作一個工作 那當作一個事業來講的話 你就會在私底下或者球場上 你都會好好的經營自己 好好經營你的球迷 然後這無形之中 你對自己 對公司 對台灣的棒球環境 都是有提升的 所以我建議 我也期許 現在所有想要進入職業 棒球的後備級學弟們呢 要在這一方面好好的加油 我也期許你們 在未來的棒球環境裡面 能夠發光發熱 然後讓台灣的棒球環境更好 cause男生在izing 然後那裡 著人叫做公司 那邊 Lydia 1 2 3